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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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东夫 即映 台湾花莲近海早前发生大地震 之后陆续发生超过700次的愚震 真是令人担心当地朋友的安全 说起上来 除了地震消息要特别留神之外 食品安全问题都不容忽视 台湾接连爆出食物安全风波 特别是3月下旬爆出 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引起外界关注 有多个顾客在台北市一间餐馆 进食了炒果条、滑蛋、河粉等食物之后身体不适 一共造成34人食物中毒 其中两人死亡 台湾胃福部早前表示 在死者血液中验出致命毒素、米酵群酸 台北市卫生局之后派完首证 发现事发店铺环境、厨具 以及厨师手部均验出米酵群酸 事件上代当局调查 米酵群酸相信就是今次食安事件的罪灰祸首 据说这种毒素的毒性比披霜要高出很多倍 会令中毒人士在短短一日内多重器官衰竭 死亡率超过50% 不少人闻米色变 究竟米酵群酸是什么?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 我们如何避免食物中产生这类毒菌? 如果在家煮饭吃又有没有中毒风险? 事不宜迟,东夫 各界职迎 近期台湾发生集体食物中毒高安 那种毒素常见是容易变质的食物 就连香港人性养色及白发 都有潜在风险 一旦处理不当就大件事了 究竟食物安全你又知道多少呢? 想问一下,近期台湾会有人中毒肝 你知不知道迷酵群酸的毒素 会在哪些常见食材出现? 不知道 应该煮菜那次? 或者隔夜送那次? 我从小到小都有人教教 不要那么热就放下去 要不然就很容易再生病 所以多数都是会享受一会之后 等它凉一些再包好它 有没有考虑改变做法? 会尝试一下改变 尤其是香港天气这样之后 大家腸位都未必太好 但是始终可能有时候 煮多了的 没办法都要不要浪费 迷酵群酸引起的食物中毒 死亡风险高 医生指出 这种毒素不能够靠热力去分解 这种毒素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包括它不能够被一般的热力所分解 所以我们计划 食物如果被毒素污染了 我们去煮熟它 其实是不会分解到的 洗液都未必 我们马上消除了它 虽然这样说好像很严重 而我们这种毒素所产生的机会是需要一些天时地地人和的情况出现的 要温度 也需要酸碱度 也需要有这种食材出现 这才可能加上 比如那种细菌污染了才可以出现的 所以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会产生到 即使我们 即使如果你说细菌感染了的话 其实如果食材是基本上我们即日吃的 其实不会出现的情况的 医生又解释 日本来说 米酵群酸中毒的情况并不常见 大部分案例 都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出现 日本情况下 可以靠身体分解或排出毒素 虽然现阶段并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日本会采取支援性治疗 它本身虽然在泥土或植物里找到 但是因为它本身要在特定环境配合 包括温度 亦要在环境的酸碱度 需要一些时间 也需要一些 即是讲单的物质 符合到它们的需要才可以制造出这种毒素 说是这样说 但万一炎上这种毒素 会出现什么症状 市民大众有用不容易辨别的 一般来说 如果是比较轻症多一点的话 其实可能是出现一些 一般肠胃炎的症状 包括例如肚痛 呃吐作门等等的情况 当然如果去到一些比较严重一些 其实因为这个毒素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其他主要器官 包括可能神衰竭、光衰竭等等 心臟亦都可能有心臟衰竭的情况出现 甚至对于我们的中央神经 那个中枢神经系统 也会有影响的 那个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昏 甚至是神之不清醒的现象 当然最严重的话 其实可能有机会有机会致命的 为了防止食物被毒素污染 食物安全一幻自为重要 一起看看专家教老 不说不知 一些常见的日常食菜 可能会出现米烤菌酸 例如淀粉质食物製品 杀木耳、米粉、河粉等等 食安中心报告曾经自出 杀木耳有可能在不当的制作过程 和存放情况下受到污染 而产生这种毒素 市民在煮食时就要小心处理了 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 冬呼 即计计 即计 即计 这种毒素污染的食品 近日出现问题 有市民食用后 出现肾脏疾病问题 截至今月4日 日本累计五人疑因服用 小林寨药红菊保健品后身亡 多达1,120人求疹 其中住院人数亦增加至196人 香港医院药制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早前指出 红菊是传统发酵食品 由熟米加红菊菌发酵后制成 在红菊米、腐乳、酒类中常见 一般认为可改善腸胃和新层代謝 亦有降低胆固性 改善血压、血糖的功效 一开始外界推论祸手系骨微素 但小林寨药确认在特定批次产品中 发现含有毒性的软毛青微酸 但未知是否是致病原因 业界意见估计 小林制药可能在保健品的培养工序中 混入非预期成份 导致多人健康受损 事件令人担心洪菊安全 一般人认为是可以用来保健的 不是一些药物 储存过程中 如果有些不当的情况 可以产生一些叫做 温媒素 那些是会对身体 尤其是对身体有影响 但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个别的例子 因为这些温媒素 可能在其他一些 程度里面都有机会 会有产生的 但当然这些可能要长期摄取 才会产生对身体一些 比较明显一些的害处 生产我们一般来说 当然有个规范 譬如ISO22000 在整个document和process上 是会有持久的食品安全 就是operation的standard 但一些新型的食品 譬如一些保健食品 或是发考食品 其实他们那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都会通过他们自己本身的evaluation 或者有些地方 他会有些监管 可能这次出现了 就是他们当中的QA 或者QC就出现问题 那就令到他们没有发现到 有时生产出来的食品 出现有个毒素出来 肾脏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 如果肾脏出现问题 会影响人体排出毒素 以及调节水分 以及电解质等等的能力 严重者可以自明 有专家教路 如果市民想了解 某种保健品 是否适合自己 可以注意服用后 自己排出尿液的颜色 若此颜色就没问题 但如果颜色变身或橙啡色 就应该立即停止食用相关产品 并多点喝水 以充酒体内不结杂质 市面的保健产品五花百门 选择或使用不当 就会适得其反 每款保健品的适用人士 以及注意事项也不一样 不妨在选择之前 咨询医生 或者注册药剂师的意见 好了 今集东夫职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二线 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职应 拜拜 我们下期见